那我们来猜一个游戏 这儿有两个视频 动作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由阿里巴巴的 WAN 2.1生长的视频 动作呢 带上一个太阳镜 第一个 你直观上去感觉 哪个效果更好 假如说 这是金色的太阳镜 和黑色的太阳镜 应该说旗鼓相当 我个人觉得金色的会更好 那现在第二个问题 就是哪个用到的采样 步数会更高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十步采样 这个是二十步采样 基本的工作流机制是一样的 第三个 就是它们用的时间 这个是一分钟 这个是三分钟 所以说将近差了三倍 我们看一下实际跑的效果 在我的历史记录里面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是一分零六秒 这个是二分四十八秒 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分钟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 隆重介绍的 One 2.1视频生成模型的 超级加速技术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 我们这个工作流 依然是在云上去跑 我用的平台 依然是Running Hub 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导入 或者是新建你的工作流 那我现在呢 已经上传了一个标准的 Confi UI原生版的 图声视频的工作流 好 我们点开它 那我现在呢 把不需要的节点删掉 这儿我再说一下这个节点啊 这个节点呢 是将视频保存成 Web EP这种格式 这种格式呢 有比较高的压缩率 所以说呢 文件比较小 但是又能保证 比较高的清晰度 所以说呢 很多人会用这种格式 但是它在浏览和应用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问题啊 大家可能不太喜欢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它换掉 那我们换成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节点 Value Combin 然后呢 我们连上它 你注意在这个 WAN这个模型里边 还有一个投机取巧的设计 就是它这儿是16帧啊 很多呢 是24帧 这个不太一样 所以说同样是5秒的 它其实能承载的帧数 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这儿呢 我们选择MP4 别的呢 基本上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那下边呢 我们调整一下参数 你注意我现在整个的工作流呢 都是CONFI原生的 所以说模型呢 你要对应的选对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主模型 在云平台上呢 它现在的名字叫做 WAN 2.1 CONFI OI ORG 我是480P BF16 所以说是这个 M5同样是这个 视觉编码器 V1 它有明显的 CONFI OI ORG 这样的标识 所以说呢 你就照着这个去选就可以了 找找啊 这个 现在呢 几个基本的组件呢 我们都弄好了 然后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给我们换一个 好 下边呢 我们提示词 变成了 The woman wearing sunglasses 就是戴上一个墨镜 那下边呢 我们正常来跑一下 这个工作流 你看一下它用的时间 注意在云上呢 会包含模型加载的时间 所以说跟你本地缓存好的 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你如果本地缓存的第二遍 开始采样的时候呢 只有采样的时间 但是云平台呢 可能很多时候 都会有模型加载的时间 下边呢 我们跑一下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33帧的时候 标准的480P FP8模式下 跑出来的一个效果 非常的棒 用的时间呢 是2分16秒 好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 怎么把它的时间有效的缩短 那么第一个方法呢 当然我们是采用模型的替换 那这儿呢 你可以用一个JGUF模型 也就是我们说的量化模型 这个节点呢 必须给它换掉 我们这儿会用一个JGUF的loader 注意啊 我这儿选一下这个480PQ4KSJGUF 然后呢 我们换掉它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跑一遍 看一下效果 再看一下 我们加了这个之后呢 整体的效果 其实有一定的折扣 这儿有一些闪烁 是吧 但是这个基本的动作是有的 时间呢 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但是量化模型 就是JGUF模型 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 尤其是对于消费级的JPU来讲 可能你没有办法去跑那个大的模型 那关于这个呢 我想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如果你现在拿到了一个模型 比方说我们现在拿到的是 1.1I2V14B480PQ4KS 后边点JGUF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呢 我们先说比较容易理解的 首先呢 模型名称1.2.1 这个不用解释 14B指的是参数 14一个参数 另外的话 I2V指的是一个什么模型 图像到视频 然后后边480P代表的是分辨率 然后后边那几个 我们需要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第一个你要注意 JGUF是一种文件格式 那模型有很多格式 比方说呢 我们经常用到的 就是文本格式的 和这个压缩模式的 而JGUF呢 就是一种二进制的压缩模式的 那它的特点 第一个是二进制 所以说它可以直接 让计算机去读 而没有转码的过程 速度呢 会更快 另外它是压缩格式嘛 所以说站的那个空间呢 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其实它的作用 跟你的那个压缩文件是一样的 我们采用一种压缩算法 让它变得更小 然后再往下面就是量的话 你要注意压缩呢 只能让文件的读取速度变快 或者是变慢 让大小变大或者是变小 但是并不能使真正的运算的时间 变长或者变短 你真正让这个运算的时间 变长和变短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模型加速技术 模型加速技术呢 目前就这么几种啊 第一种叫减值 模型有很多的那个参数嘛 对吧 你可以减掉一些 不需要的 所以说这种叫减值 第二种呢 叫做蒸馏 就是用一个大模型 训练一个小模型 有的叫用一个教师模型 训练一个学生模型 那你拿那个学生模型 他学到了那个大模型 基本的一些行为 这种叫蒸馏 还有一种呢 就叫量化 量化呢 其实是将精度减少 那完整的精度 可能是FP32的 或者FP16的 然后呢 我们拿到的量化版 可能是FP8的 我们不能说FP多少 我们只能说用几位 去表示这个精度 Q4 只能说我们用4位 表示原来的32位 或者16位 所以说呢 这个Q后边的数越大 代表着我们使用的量化位数越长 量化位数越长 就代表着文件越大 那另外呢 后边有量化方法 有的就是Q4 0 0就是均值量化 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就平均的量化就可以了 那这种呢 相对来说文件的会更小一些 还有一种呢 就是带字母的 尤其是我们带K的 带K的呢 这种叫K-means量化 K-means呢 是机器学习的一种分类技术 而且是自动分类技术 就是我告诉你 一共要分几类 然后给你一些样本 然后它会自动的按照这种向量的距离 把它分成N份 那所以说是一种自动的分类技术 那这种分类技术 其实是将参数呢 分成几类 那不同类呢 会使用不同的这个位数进行量化 所以说呢 这种量化就更有针对性 相对来说呢 效果会更好 在K-means量化下边 又分成small medium和large 这样的一些级别 大家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 所以说 所谓的GGF量化模型 是采用了 压缩技术 同时采用了量化技术的一种 新的模型格式 所以说呢 它需要有单独的模型 加载节点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文本模型 它是一个二进制的模型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一定要使用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其实需要安装这个扩展 就是CT96的Conf UI-GGUF 这个大家一定要更新到最新版 要不然呢 它不支持WAN这个模型 同时呢 CT96呢 也包括最近出的720P的量化模型 那你点开之后呢 就会有我们说的这个东西 有Q8 有Q6 Q5 就是用几位来代表原来的 FP32 或者是FP16 位数越高 这个自然就会越大 那如果在同一个下边 那你会发现 有01 01我们都认为会是均质量化 然后呢 就是代K的 代K的话呢 就是K-means的均质量化 后边又有M和S 你可以看一下 都是这个规律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GGUF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今天用的其实是408P的 这个你可以进到CT96的这个Models里边可以看到 这是408P的 那这些呢都是有的 那现在我们用到的其实是Q4-KS 好像是我们看一下 Q4-KS 那我们到这儿呢 其实没有任何加速存在 是吧 我们只是采用了一个量化模型 它其实呢 跟我们用一个大模型 然后直接用FP8进行一个量化 其实一样 下面我们尝试用10步采样来生成一下 看效果会怎么样 直接跑 这个比较生了啊 直接20步干到10步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测过啊 不管用哪种模式啊 10步采样是出不来效果的 加载模型非常的快 因为这是个二进制格式的 然后呢 我们开始生成 现在开始采样 大家看一下 10步采样呢 画面并没有模糊 对吧 只是没有那个动作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原因在哪呢 你注意啊 在这儿 这个值如果射到8的话 会非常大的影响动作的一个变化 比如射到几 我不知道射到几 我可以把它去掉 我们跑一遍 你看一下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去掉这个之后 也没出来 是吧 那还没出来怎么办 可以适当的 把这个步数调高一点 我调到12步 然后我们再跑一遍 那么下边呢 还没有出来啊 那我们再给它加上 SageAttention 在KGNode里边呢 有这样一个节点 我们看一下 SageAttention 我们把它选成凹凸 然后这儿呢 同样有一个PatchModel PatchOrder 那也就是说在KGNode 就是KG大神呢 已经提供了这种方法啊 让我们可以将SageAttention的这种机制呢 应用在我们这个基础的工作流上 现在呢 我们再跑一遍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加上SageAttention之后 那么它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也是我们这个加速里边非常核心的这个点啊 这个需要安装这个扩展 大家应该都装着呢 K神的自用的一个工具库 是吧 就KGNode 这里边有好多的节点啊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都会用到它 但是像这种节点可能用的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两个 这是12步 当然10步也是可以的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稍微有点 怎么说啊 就是有点这个 微影的这感觉 这儿我还是采用12步 这是这个 那光到这儿呢 肯定是不行的啊 你不能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说那应该怎么办呢 你要注意啊 我现在呢 要做一个Sigma的分割 现在这儿没有Sigma啊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采样器给它换掉 换成哪个呢 我们换成这个 Custom Sampler 换成它 这里边的Sigma是需要去输入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换掉 这儿直接Model 后再去Negative 然后Latant Image 然后下边呢 我们给它换掉 Noise Seed 我们给它转成输入吧 然后我们双击一下 让它出一个需要输入的值 这儿我们选成Random 那就跟刚才是一样的 这儿选6.0 就是现在如果我替换掉 它跟刚才的效果是一样的啊 我们把它替换到这儿就可以了 我们重新跑一遍 这儿还没给呢啊 Sampler 这个很简单 我们设一个Sampler 可以Sampler Select 这儿我们用的是 UNI-PC 然后Sigmas 这儿用的是Sampler 然后这儿用12 12步 然后Model 给它连过来就行了 那下边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你要注意 我现在把这个Sigmas 给它分割一下 这儿我们用一个Split Sigmas 然后对半 6步做 High Sigmas 然后另外6步做Low Sigmas 就是一个做高Sigmas 一个叫低Sigmas 你要注意啊 高Sigmas的时候呢 是在 行动轮廓 而Low Sigmas的时候呢 是在生成细节啊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Sigmas 给它放到这儿 然后把它拷贝一份 Ctrl C Ctrl Shift V 然后我们把Low Sigmas 给它连到这儿 然后Denoise Output 连这儿 然后这个的Output 你注意啊 这个一定不要用Denoise Output 用这个 然后呢 我们连到这儿 也就是说 我把它采样 分成了前6步和后6步 那前6步呢 我们要增加噪声 后6步不增加噪声 CF这一值调小 我这儿调到1 好 下边呢 我们重新采样 看效果 好 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测试了几个 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 大家注意啊 现在这个工作流呢 是有一定问题的啊 什么问题 首先这个模型呢 大家尽量的选择480P 而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参数 尽量的不要改 大概的就按这样去跑就可以 如果这个模型 我们选成别的 比方我给大家选一个720P 然后Q4KS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 720P这个模型是不可以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步数尽量的 也不要去调大 这也有人说我用45帧 帧数越多 就意味着需要更长的采样步数啊 这个是Sage Attention 它的一个基本的机制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到了一半 上不去了啊 如果你想让它上去 只能是把这个采样的步数呢 给它提高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适合这样一个场景 那我们的确可以做到 它在一分钟之内 12步采样 我说10步采样有点夸张 就可以生成33帧的一个视频 不算一个非常健壮的工作流 但是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非常好的思路和方法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